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中国春节是过大年 那么你知道人们为什么要过小年吗 我会在这个视频的结尾告诉大家答案哦 小年也被称为谢造 祭造节 造王节 祭造 在不同的地方日期不同 这是由于在古代过小年有官三 民四 传五的传统 也就是说官家的小年是纳于二十三 百姓家的是纳于二十四 而水上人家则是纳于二十五 于是就有了分别 但无论是哪天过小年 人们辞旧迎亲的愿望却是一致的 小年是民间祭造的日子 据说这一天 造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 报告民间众生的上恶 让玉皇大帝来主持赏罚 所以祭造时要把关东堂用火融化 涂在造王爷的嘴上 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此外 中国古代还有难不拜月 女不祭造的习俗 因此小年这天祭造王爷 只献男子 这一天的主要习俗有祭造王 扫尘土和剪窗花 所有准备工作中 剪贴窗花是最盛行的民俗活动 往往用红色印纸来剪出龙凤之类吉祥寓意的图案 贴在窗户上 节日的喜庆也就衬托出来了 此外 这一天一定要洗澡 洗去身上的尘埃来迎接新年 那么 前面提到的造王爷是哪位神仙呢? 对中国人来说 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是生活里第一位重要的 没有柴来生火做饭 即使有基本粮食也没有办法食用 古时在中国必须每家都有一个炉灶 而这炉灶的神 造王爷 当然就是一个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绝对不能得罪的神仙了 现在我来告诉你们前面问题的答案 中国春节是过大年 那么你知道人们为什么要过小年吗? 传统上的过大年也就是过春节 是一年中最重要 习俗也最繁琐的节日 所以过去的人们过小年 主要是为了大年的来到做准备 半年或打扫房间 人们精神上也开始放松 欢欢喜喜迎接新的一年 这节课你觉得怎么样? 你有学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吗? 在你的国家的传说故事里 也有掌管炉灶的神吗? 请在chinesclass101.com 给我们留言吧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